美国陆军测试机器人战车 具面防务博客网站日前报道 美国陆军正在新泽西州狄克斯堡 测试一款中型机器人战车RCVM 这也是美国陆军计划部署的三种机器人战车之一 与常规战车相比 机器人战车的最大特点是无需人工操作 杀伤力和生存力较强 减少了在高危作战环境下的人员伤亡数量 机器人战车可单不作战 穿越危险区域打击敌人 也可以与载人战车协同行动 执行危险任务 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 部署方便等优势 未来战场上 美国陆军设想使用机器人战车执行侦察 火力支援等任务